位于西藏日喀泽市吉隆县境内的吉隆口岸 三面环山 一面临河 是中尼陆陆通商口岸 七八月时 吉隆进入雨季 在细雨中 被绿水青山环绕的吉隆口岸别具风情 来往的旅客在此步入异国 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吉隆口岸功能基本停滞 基础设施也不健全 吉隆生活在边境的民众对此深有感触 2014年12月1号 吉隆双边信口岸正式恢复通关 2017年 吉隆口岸扩大对第三国人员开放 正式成为国际性口岸 随着吉隆口岸建设的不断加速 生活在此的边境民众也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2016年开始吧 2016年开始 这个开放了 越来越开放了 国家政策越来越好 然后呢 这边的话 什么方面 交通方面 越来越好 这是我的那个幸福 在吉隆口岸东陵藏部河上 三座不同年代的热索桥平行而立 已经废弃的木质吊桥 地震中损毁的钢索桥 记录了吉隆口岸过去的历史 2019年6月3号 长110米宽12米热索桥正式投用 崭新的大桥也将见证口岸新的旅程 三代热索桥用这样一种特殊的存在 记录下了西藏一个边境口岸的时代变迁